也是一个爱做环保的开朗阿嬷 她是70岁的徐网氏阿嬷 但过去脸上是满不愁容 因为丈夫中风 儿子车祸失去工作 还有一个孙子要养 庞大经济重担 让她一度想放弃人生 但现在她不这么想了 做环保让她找回快乐 更笃定陪伴在亲人身旁 有的人是怎么没人家的 手的这样 利用天花板的一脚做伸展 徐网氏每天都要陪着 自己的儿子做复健 五年前一场车祸 夺走了儿子身体右半边的行动力 失去了工作 也让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 心很痛很痛你知道吗 最后来没有人家 要再叫这个儿子 老公又在那里 还有一个小孩 人生是怎样走得这么痛苦 我早就放弃了 我家里会忍痛 先生中风握病在床 儿子车祸驻炎治疗 庞大的经济重担 压在徐网氏的肩上 让他喘不过气 就在想放弃时好在 慈激之工伸出了手给予关怀 让徐网氏有了力量 更鼓励儿子努力复健 这就是不是那种风趣的 自这出现 我就有发一个理念 五十五个 上人公经 我听到一句 一个人要做什么事情 不要苦励很久了 稍微认证一堆 有才专变你的念 但是 我才知道那种精神 有才都会来这里修 他会带我 现在的徐网氏每天 都会在住家附近 收纸箱拿去变卖 拿到的钱 就会全部投进竹筒里 我如果去买 爬山回来我就落 老花也没有在贪钱 也没有到 落宫很多 不仅如此 每个星期三 都会去环保站做环保 那是他一星期当中 最快乐的时光 我就走下去 我感觉我在这里做环保 会让你在这里快乐 说真的 让你的心念去上乎 看上乎 看上乎 我们虽然来这里快乐 也能够付出 都像这样 在接受我们慈祭的 就是补助的时候 他自己好像觉得说 应当要对慈祭有所回馈 对 所以就跟我提说 他想要做环保来回馈 对时光师来说 生活虽然辛苦 但是他不害怕 因为有慈祭做他的后盾 给他鼓励与勇气 让他走出悲伤 并且用自己的双手 被地球付出 越做得越好 俗话说做就对了 大家新闻雷雅 张岳嘉台北报导